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咖啡杯煮分半小時的微波爐蛋糕 很受歡迎 但有些讀者會否太肥呢 宵夜有牛油兩殼 其實肥不肥 你自己個人選擇 但為了那班人 今天我把牛油改成一個超級健康的食材 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椰子油 材料非常簡單 當然有我們的主角椰子油 這個是椰糖 這個是椰絲 這個是椰汁 這個是雞蛋 自發粉 還有菠蘿 其實這個椰子油是我最近的治外 因為它又健康 沒有反食脂肪 它在室溫裡 好像牛油一樣 但一觸碰到皮膚 即是熱一點的時候 30多度 它就立即變成了融化的油 其實我有時候會拿來 除了拿來煮食之外 我還會用它來做完展示後 下妝 是非常好用的 首先 因為我們不用牛油 我們用了椰子油 但其實我實驗過之後 我發覺用椰子油去焗甜品 其實那個味道 即是它沒有牛油那個 漏的味道 但它也有另外一種椰子的香味 所以也是非常好的 然後兩湯匙 其實這個食譜 很難再簡單一點 只要適合的份量 放進一個盤子裡 把它攪拌均勻 然後倒進微波爐的杯子裡 它就已經盯一分30秒 就可以吃了 而且是沒辦法失敗的 雞蛋是兩湯匙 就不會放進雞蛋 打勻 然後再用一個 準確的匙羹 就涼回兩湯匙就可以了 雞蛋 椰汁 有一點技巧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通常我們就把 所有濕的材料 和乾的材料 分開它 我們就拌勻 所有濕的材料 接著再放椰糖 最後再放自發粉 拿自發粉之後 你更加不要攪拌太久 因為太久了 它起了筋 然後蛋糕就不會太軟了 這個是一人份量 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 就會變成一個這樣的液體 差不多 然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倒進杯子裡 你可以用咖啡杯 又或者可以用這些小杯 也可以 但最重要 都是可以加入微波爐 好 好了 我們把那些醬 倒進杯子裡 之後 當然就要把旁邊的 擦乾淨它 否則焗出來 它就會很髒 然後 然後 我們就加少少椰絲 上它的表面 還有 一片的菠蘿 菠蘿和椰子的味道 真的非常之適合 好像那個雞尾酒 Pinacolada 好 接著我們就把這個小杯 放進微波爐裡 用最高的火力 1分30秒 1分30秒之後 它就已經焗完了 你會看到它 其實 看到它成為了蛋糕狀 如果一塊菠蘿沉下去 消失的 你可以加一塊薄的 在上面裝飾 然後再加一些椰絲 在上面 其實這個也是裝飾 那這個 Pinacolada的 椰子油蛋糕 就大功告成了 是 可以 做了嗎 是 是